实际我在刚刚入手的秋季媒生 一起来看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妈 嗨 之前就在限时动态有跟大家征求过的嘛 就是那个让大家投票 然后我有跟大家讲过 我都会拍 我很快都会把它们拍出来 对线沉默 我就立刻来跟大家分享 那秋季的政治来说的话 我已经先立刻下标了好几件 让我觉得大家一定都会想要立刻 我今天开始转凉 你有没有感觉到 那天天天看着凉凉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幻季的 就开始要把夏天的衣服收起来 我跟讲到这个时候 千万不要顾着安逸 顾着还在穿着 就觉得天气再凉再凉 我跟讲 这个时候才真的是 冬天好看的衣服 开始在线上立刻卖光光的时候 现在不出手 虽然它抢没有 今天介绍的时间是我刚刚才入手的 而且都是那些 我没有入手的时候 就是睡觉的时候一直想 我这些视频品质不太好 我想跟那些幻季美香有关吧 如果你在上网买的时候 你感觉到尺寸已经不齐全的好 我只能说你还是幸运的 因为你再慢一点 我觉得你买都买不到 因为这几节都是非常非常热门的一些款 连我自己都是先抢到 我才跟大家赶快立刻来分享 有些甚至就是还在路上 我还没有收到本人 我之后会把收到本人的那个画面 剪进去跟上身穿搭给大家看 真知酸 真知酸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实际我才刚刚入手的秋季美香 一起看 今天要介绍我刚入手的 Ganny的对件 Ganny是一个来自丹麦的小众品牌 你一定一定都会知道一个品牌 这几年 衣服的好不好看 值不值感 那些当然都是很重要的 还有一个东西 我觉得这几年大家穿大的时候 一定要知道 就是 头肩比 如果你的就是肩膀 就是真的是太窄小的话 你就很容易显得头大大 就看起来整个肩膀就不太好 我觉得头肩比真的很重要 我是没有到肩膀很窄小 肩膀快的 可是我就很喜欢像这种 领口这边有做一些装饰的 刚真知酸 我对她喜爱的程度 真的到很奇巧 如果大家眼睛够见的话 会发现 我对一件衣服 至上最高最高的赞誉 就是 买同款不同色 我真的要喜欢到一个几点后 我真的会买同款不同色 这一件呢 去年的冬天的时候 我已经买过这一件的黑色版本 可是因为那时候出手太慢 我只有买到L号 穿起来就是Oversize 这边领口的位置 就觉得脸太大太辣这样 到今年的时候 我就看到天哪 这件真的是去年 就已经买非常非常好 今年 她就做了同款不同色 秒出手 就怕抢不到 这一件很可爱 她就是矮小脸的女生 你可以当连身裙来穿 你下面配个短短的那种小裤子小裙子就可以了 这件我再次买的是S号 就是如果你看我上身穿的是S号 然后这是L号的效果 它有非常非常大的翻领 而且它翻领的地方就是便便的地方 在做荷叶 细节满分 另外一个元素是非常非常的关键 非常非常热门 就是棋盘格 你看它的袖子 它就一直利用直的横的这样 做出了棋盘格的效果 扣件的地方也很可爱 做得像那种亮面格纹的 然后这边有一个就是他们家的logo的经典标 就是一个笑脸 拼的是绿色的 就只是你穿的时候可能要比较雷一直往后面丢这样 不然其实XS到L号都可以买 如果真的不敢穿 就里面就穿一件Grop Top 在里面保险的安全衣 这样就好了 大腿大腿很好看 第二件我要推荐的是Oller Story的素素的cardigan 这样一件素素的就像那个 数学老师的这种真正衫有什么好买 我跟你讲魔鬼藏在细节 它们的扣件都非常非常的会抓我的心 它们的扣件每次都做得非常异想天开 它的扣件是 可松 我最喜欢的挂鼠 很可爱的不对 你可以就自己摆动它的角度 最近里面就配那种素素的白色T恤就很好看 我是被这样穿搭到烧到 一秒就下飙 好好看哦 我跟你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穿这种要合身一点的针织衫 然后里面如果在穿T恤 很容易就是这个袖子这边鼓鼓的 或者是就是里面的T恤 就会卡啊会偏那皱皱 后来找到一个绝佳的办法 里面你可以穿那个很合身的那种针织衫 像这种的那种针织衫 穿在里面它就不会跑 你穿这样 然后袖子这里也没有 这是绝佳完美的秋季穿搭 穿这件真的是省事 因为我就是很爱调整衣服的人 我穿普通的T恤配针织开衫 我真的是会整天就是忙到不行 就是一直在调我衣服 自从我找到这个搭配之后 真的是整个人生清爽很多 而且它的袖子这边还要做一领皱皱 公主袖皱皱 其实它不是很普通 真的是素到不行的针织衫 它还是有做一些小小变化 穿上去还是有一些小细节 这件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欢 很期待赶快穿上它 然后下一件要推荐的呢 虽然它不是我这一次就是才刚刚下飙的 但是它也满足了 大家都有各自的漂亮各自的好 但是我觉得性价比来说 这件真的买得到都给我去买 没有赛水 给我买 Artstore最喜欢的地方 它扣子真的做得很用心 里面是月耳的那个金属身 它的扣件就是非常非常漂亮 我个人还是喜欢把它拿来当一件 就是毛衣来穿 所以就直接套头也套进去 不用打开扣子 因为这种像这种扣件很大又很立体的 你一直这样开关开关 你很容易拉扯到它这个门尖 扣啊拉很容易会小变形 我觉得小变形整个质感就会差了一截 但是如果你们要选就是比较贵气的话 我还是推荐这件奶油色 奶油色这件 OH MY GOD 它是做的有点像这种立体材质 你知道有点立体的颗粒感这样 但是它有缺点 而它的缺点我立刻就会展现给你看 浅色的针织衫真的是太贵气了 贵气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你就是经过一些那种墙壁啊墙灰这样去蹭 我刚才发现我刚才真的是 然后天啊好心疼啊 我要服掉了 可是这种就没办法 真的是有污渍 送干系 它这件真的很好看 这件唯有就是要很多很多的上身上这件 而且穿这种针织衫 你只要你看你的小饰品 小配件 只要就是再搭配金色 就整个穿起来就是 细节感满分 很好看 Our Story什么都好 它最不好就是它没有办法直送台湾 所以你们要买的话 你们就是要找待遇 大家就自己去找一下 自己去讨一下好不好 这件Alexander Winey这件 这件也是细节感满分的 这件是赢在细节 我这个我有po过我穿这一件 它的领口是你知道也是非常粗 可是它领口一圈珍珠 而且不是那种敷衍的 这样缝一圈喔 它整个这样有点半箱在衣服上的 很特别搭上去 然后呢 它背后 它有一点小镂空 这边就整个是露出的 短短一节腰部 收腰的 有点收腰的轮廓 然后它的边边 不管是袖子 还是下摆 都是有点就是做这种 破破落落的这种感觉 比如大家是 已经就是那种 没有在爱买秋妆 想要直接进入冬妆 超前部署的话 就先给大家做一个推荐 最近我在网络上看 还有还有 然后有黑的跟米灰色的 就推荐给大家 接下来就靠水泡落 因为我现在东西都没有收到了 衣服都还在录像 就希望东西赶快收到吧 就赶快送来吧 不管了 反正就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接下来这件是 Acme Studio这件 笑脸衫 这件真的是 我看它一眼 我就立刻去找 不好意思 官网最后一件 而且是限定国家 我是在法国区域 就是现在此时此刻 你们还在加拿大嘛 想说我从加拿大官网订 然后再送到 就是它加拿大的地址 叫它帮我收 后来看其他国家都没有 只是它法国还有最后一件 也不是我sizeL号 不是那是一咬呀 心意很弱 要用带韵运回来 反正这件就是 可不好 更坏了 你穿合身呢 它会有点很随性的 轻松的感觉 然后你要穿大件 oversize 又是那种很懒惰 很可爱那种 白雪公主无涂蛋的味道 就朗朗秀 懒散时髦感 这件好像是爱到不行 而且它有同款 小帽子跟小袜子 它这个花罗 它不管T恤 裤子 帽子 都有 黑色跟红色 都是非常非常适合冬天的颜色 又温暖 然后又是实穿的 不会一身都暗沉沉 还是有点小量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配色真的是 真真赞 这真的确定买到 已经在运送路上 才敢跟大家 诶我给你介绍一下 那种 真的啦 你们如果还找得到的话 不然是门市 还是网站 如果还有看到补货 不要想 立刻买 今年的超级大爆款 推荐给大家 接下来这件就是个人的 那个小讯要的时间 嘴角忍不住 就是德里的笑 上一集 才跟大家讲到过 我个人是 我个人就是热爱小故事 但其实我个人对于他们家 一直有一个心中 一直藏着一个遗憾 就是呢 当年 2018哦 还是2017 我已经忘记 韩国那个超Q的那个牌子 欸对 Aero 他就是跟他们家联名 两个Q到不行的牌子的联名 哇 那时候真的是轰动一身 他们后来有在做第二次联名 第二次联名是我买到这一件 那时候就是不敢等 也不敢想 就立刻就买了 而第一次我就是没有跟到 然后我发现的时候 已经太满了 然后这一件 就是这一件 针织衫 那时候看到的真的是 一件钟情 它的配色 然后跟它的版型 全部都打着我个人的最最最最最喜欢的样子 我喜欢的样子 也没有都有 不管是在韩国的还是在日本的 购物平台就看到有人要卖 每次看到就是被那个价钱下来 就想说好 我想一下 瞬间卖掉 毕竟是每次遇到是瞬间卖 然后在上一次录完白鞋那一集 我在上图的时候 我又想到那一件 我真的是从天黑找到天亮 真的被我在日本的平台找到一件 而且还刚好是我的size 立刻没有买 台湾冬天如果两个月 那一件我要给它10天的扣裸 我要穿到不行 你看它身上有这么多可爱的颜色 不管是配裤子 还是配袜子 都可爱 这件真的 日到 我们就撞身吧 这件真的是 可不可求 可不可求 跟他训练一下 我收到梦幻毛衣的包裹了 现在一起来开箱吧 好好看喔 我要哭了 第一个品牌呢 第一个品牌呢 就是Rouche 郁金香的真姿衫 Rouche呢 在法国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要重点关注 他们家不管是像这种你知道 法式的小裙子 凉鞋 小小的 没有logo那种搭配包包 都非常非常非常有名 但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呢 还是这一件真姿衫 我有跟大家说过嘛 买衣服是有三个重点 质地 版型 配色 就是这三个是我买东西的超级准责 然后以排名来说的话 第三质地 第二版型 我的第一名绝对是配色 我个人是配色控 最近的配色太可爱了吧 软绵绵的配色 就是冰淇淋配色 我跟你讲 这件事买起来是一个爽感 我在官网 我要去看天哪 36号 我就立刻想到不想到就立刻买 等我结账完之后 36号也没了 我买到36号最后一件 根据我好友的转述是 他们家就是 可以说是非常厚重的 法式腔调的一个品牌 他们家的衣服呢 就是没有什么很明显的logo 但是很奇妙 只要一穿上去 你整个人就会发湿到不停 就是你知道 巴黎baby那个腔调 整个氛围就出来 上身在跟大家分享 因为很期待这件 照大家的那个分享 那个上身来说 就是他的这边 肩膀这边也是做一些 小小的公主袖 然后又再上 他是那个假的那种双排扣 可想而知 他上半身是比较写分量 所以下半身 我就觉得他应该偏那种窄管裤 就是让腿看起来很长很长的窄管裤 或是那种轻微喇叭裤 应该会非常非常的好看 当然自己混搭什么样都可以 可是如果真的要穿出法式的风格的话 就是那种直筒裤 是最法的 呵呵 最法的 给大家做个参考 再见 推推推 然后接下来要推荐的是 我一系列的失心风 超级失心风 而且一表情就是 怒入手三件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Max Mara呢 它就是一个一座羊绒大衣 非常非常非常有名的品牌 你在社会上一个非常成功的女性呢 衣柜里面一定会有一件的 就是Max Mara的那个羊绒大衣 而且完全没有logo 就是你穿它 就是穿一个质感 最优越的羊绒品质 后来最近就有发现他们家的一个保障品牌 就是他们家的支线 他们家好像其实有蛮多支线 这一个就是We Can Max Mara 然后最近才发现他们家的真姿 H 来 所有故事的开始都是因为这一件 OMG 好好笑喔这一件 我之前有跟大家讲过嘛 我今天就是疯狂奴隶上的粉色 我觉得我很快就要变成恩不已居了 哈利波克太理院的 谢谢 我觉得我最近好喜欢粉色喔 欸这件草莓果酱粉 这皮革浮瘦粉 哈哈哈 这件也太可爱了吧 很有圣诞丑毛衣的感觉 你不觉得一只猫 怎么也买像一棵圣诞树的 然后就这怎么这么可爱 这件 欸我刚刚今天的裤子都很搭耶 我觉得你看 配到格文裤 加上这个针织衫 这件好可爱 我刚刚不是说他们家羊绒非常厉害吗 这件很薄 可是很舒服 又轻又柔 这件 小数我觉得资料好 但是同时又长得可爱 推荐给大家 然后第二件 是我很久很久没有买的一个类型 民族风的那只长外套 这件 我大学就要留在这类型的风格 里面配那种衬衫裙 好久没有买民族风的外套 它的配色是我很喜欢的 你看它的颜色哇 而且它的细节也满分到不行 你看它的下摆 就是非常非常可爱 小流速 而且它不是那种会让你穿长袖 然后衬衫 还是穿其他东西在里面的时候 会很难穿的 它的袖子是做这种宽宽袖 因为我觉得这种比较少 就像这种长的那针织衫外套 不知道为什么袖子 每次穿起来都看起来很臃肿 然后它这边的版型真的是一绝 果然是MXMARA家族 真的是被它经验到 这件 然后它的扣子很可爱 扣子跟刚刚那个Gany有点像 但是它的又更高级一点 它的扣子是那种 用皮革这样子去削叠 然后包成的扣子 这个细节 我跟你讲 30而已里面讲的 20岁在拼数量 30岁开始就是拼质量 现在买衣服吧 就真的很容易被这些小细节感动到 这个入手我当下是有点冲动 可是穿上去是真的觉得很值得 我觉得他们家都属于 上身比躺在那里好看的系列 这件是他们家贵姐推荐我的 那时候看到我就立刻 不要谢谢 被下风 它的设计非常的奇葩 这边是针织衫 是不是这里还觉得有点学运风 还好吧 就是你会喜欢的东西啊 就是这种V-0 然后跟奶油色的针织衫 这有什么奇葩的 它拼接羽绒衣 什么意思 从腋下这边开始 拼接的羽绒衣就算了 它还有秋神 我觉得这件一定要试穿看看 就是想笑它 它给我看那个小图的时候 它袖子那边蓬出来的地方 还真像 那是被下风 殊不知 小图竟是我自己 穿上去很好看 今天我觉得里面的黑马针织衫就是这件 我真的很想要知道是天气真的换季之后 这件穿出去 到底 它到底 有没有起到饱满的效果 但是我觉得这个瓶件真的是蛮特别的 上身就一如往常的 就他们家就是版型很好 细节很好 其实很多东西就真的是看小小的地方 因为像这种绒的这个地方 然后跟他们的原本的染色 它是真的很精准的染 就是做到几乎没有色彩 真的穿在身上 反而还有点像皮衣的那种感觉 雾雾亮亮的 不会到很亮面 所以穿起来不会很突兀 真的完全就是上身 出乎意料 但不是到今天最好看的 你想像说好看很多很多很多 但它这个绳子我真的不懂是什么意思 这个绳子我 到现在还是不太懂 可能就绑起来 或者先造型吧 因为改天可以做一个是我自己个人NG的一些小细节 那种绳子绑绳 一定会上风 我真的很讨厌就是抽来绑去的那种 但是这样 对对 好 现在就是时间已经完了 我已经慢慢来出廊 这四件秋季美山的上升专达 一起来看 脆去做实为 老材 多成功 ėn 今天的 好啦 我今天跟大家介紹 大家可以超前部署的時間 秋季美山 希望有收到你 也歡迎你留言跟我分享 那今天呢是有真的收到你的 歡迎你推薦給你四周的姐妹們 買東西最大最大的快樂 就是在那個群組 你跟大家互相傳圖 就是你知道二選一 要一起討論這些好不好看 那個瞬間是最開心最開心最開心的 然後還推薦給大家 希望你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希望你的影片幫我按個喜歡 然後也歡迎追蹤我的Instagram 還有我的Facebook 然後最重要的是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記得按下小鈴鐺 好啦 今天就先見吧 掰掰 Strength the 你�ن interests 以及 愛 الب